我妈经常笑话我,以前种番薯喂猪,现在种番薯喂闺女 我是真的很喜欢吃这个番薯杆子 可是这个菜只有夏天有,别的时候吃不到 所以每年夏天,我都会想办法多保存一些番薯杆,留着慢慢吃 有没有跟我一样喜欢吃番薯杆的朋友 趁着现在番薯杆鲜嫩,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多保留一点,慢慢吃 首先把番薯杆叶子栽掉 番薯叶虽然也可以吃,但是口感发苦,只保留杆子就可以了 全部栽好以后,把番薯杆放入清水中,反复清洗干净 然后捞出逆干表面的水分 一定要逆干水分,不要有深水,不然不好保存 晾干水分后,再把番薯杆切掉一部分的老根 然后切成小段 全部切好后,装入一个无水无油的大盆中 然后加入蒜末,小米辣,姜末,比平时潮菜多一倍的食盐 再放一把黄冰糖提味,加一瓶盖白醋,可以加速发酵 最后加一点点高度白酒,可以让番薯杆口感更脆,也更易长久保存 然后把它们充分翻拌均匀,腌制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番薯杆已经变软,也腌制出了很多水分 我们再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密封罐子 把番薯杆装入罐中,尽量压紧实一些 就这样放冰箱冷藏,密封保存,吃一年都不会坏的 现在的气温放个三天左右就可以吃了 三天后,我们看一下,番薯杆颜色发黄 这样就是已经腌制好了 随吃随取,只要不碰到生水生油,就不会生白花 放多久,口感都是很脆的 吃的时候,加点肉末,或者直接热油爆炒一下,就非常好吃 酸辣脆爽,特别的开胃下饭 天热没胃口的时候,来一盘腌番薯杆,想象就流口水 如果你也喜欢吃番薯杆,一定要收藏起来 有空也给自己腌一份